打開水龍頭水沒出現 開開關關N百次 就是沒有一滴水可以用 完全沒有水 怎麼也沒想到 6號上午社區洗水塔 好不容易撐到恢復供水 卻唯獨5樓的這一戶 無水可用 詢問管委會卻得到這個回覆 因為減壓法是在12樓 12樓他有打電話給住戶 結果住戶說他人在宜蘭 聽了大傻眼 在台北市南港的這個社區 住了十幾年 現在才知道 原來自家水管的減壓閥 在12樓的別人家裡 但現在洗完水塔 減壓閥碰巧出了狀況 而且12樓住戶出門完沒回家 沒辦法檢查減壓閥 也就是說 一直到12樓的鄰居回來之前 他們都沒有水可以用 我們就是找飯店洗澡 然後再來飲用水 就自己去抬水 去買水 主委也沒有一通電話關心 讓你自生自滅自己想辦法 地上好幾桶礦泉水 都是住戶自己買來的 畢竟沒水可以用 根本無法生活 只是這到底為什麼 減壓閥會在別人家裡 從頂樓到你家裡面的管線都是 每一戶是獨立的狀態 管線有可能會經過別人家 所以減壓閥就會設置在別人家裡面 這降低水的壓力 不然你今天樓層很高 然後水到你家水會非常非常的大 專家也表示 減壓閥要設置在哪 是建商蓋房子時就已經規劃好了 因為成本考量等等因素 除了設置在大樓的公共管線空間 另一種就是會隱藏在其他住戶的家中 類似吳先生的狀況 也只能希望12樓的住戶能趕快回家 看看減壓閥到底是出了什麼狀況 終結無水之苦 TVBS順中英倫仲宣台北採訪報導